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小毛 你在幹嘛 我在羊台抽菸呢 家裡有小孩 你怎麼在這裡抽菸 這樣很不好耶 因为残留并不会到室内 这样对你们来说 影响应该不会这么大吧 不只是二手烟 还有三手烟 对我们全部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 而且连洗都洗不掉你知道吗 三手烟 什么是三手烟 什么是三手烟 陈医师我跟你说 我前几天在日本的时候 很多日本人在身边抽烟 然后我就说 你知道抽烟不太好吗 他说我抽的是健康的烟 他就这样说 为什么没有这种健康的烟这种东西 他们都觉得 我自己躲在洗烟室抽烟 抽完出来就好 他忽略到一个重点就是三手烟 对我们跟他身边 跟家人最重要的影响 对不对 这句话讲的没错了 其实三手烟的意思就是 烟熄灭之后 还残存在环境中的有害物质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手烟就是我自己抽烟 我伤害我自己 可是我的抽 喷出来的烟 这个烟味到你身上 让你吸进去 那个叫二手烟 然后三手烟就是 我把烟洗掉了 我告诉你说我没有抽烟 实际上这个烟 这个有害物质 会残留在我的皮肤 残留在我的衣服上面 残留在我的毛发 头发上面 甚至于研究显示 三手烟里面有 11种高度致癌的化合物 那即使说你说 我这个开窗出去外面抽烟 然后我就在外面 这个把烟洗掉了 我跟你没有接触 实际上 它在环境中的残留 都会影响到大家 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 三手烟 或者是二手烟 或者是抽烟的人 对婴幼的影响非常巨大 其实如果要讲三手烟 对孩子的影响 比较常被认定的就是 呼吸系统 你想想看烟 就是从呼吸系统里面吸进去的 所以它甚至在研究里面 可以增加孩子气喘的几率 也会增加孩子中耳炎的风险 中耳炎 那甚至于说有些孩子 这个反复接受到这个三手烟 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的意思是说 脑袋啊 它会进去到身体里面 影响到你脑袋的发展 那这十一种致癌化合物 难道只会影响到小朋友吗 当然不止啊 你的孩子 甚至于说你已经国中高中大学 已经在外面工作了 你吸了多一点点的三手烟 致癌化合物还是会有影响 可是有些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戒烟 那在有吸烟者的家庭里面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可以避免 或者是减轻这些二手烟三手烟 对家人小孩的影响呢 现在其实政府有规范 室内场所跟工作场合是禁止吸烟的 但是大家以为说 好啦那我避开这些情况呢 就没事了吗 其实大家最放松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家庭 根据台湾家庭医学会的研究里面 他会认为说 比较常见 常常会影响残留到三手烟的 衣服 背带 安全座椅 奶嘴 婴儿床 其实我看到这个数据我也很讶异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大环境 其实你看这个沙发 也可能有一些三手烟的残留 地毯 然后呢 窗帘 那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可以常常态患 就常常态患 到底有没有什么终极的办法 可以彻底跟三手烟分手 到底有没有办法 请告诉我 三手烟真的很难清除掉 它可以残留在环境里面半年以上 什么 半年 而且我们刚刚有讲到 真的我的身上有三手烟的残留 都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 所以你刚刚说的终极的办法 我当然觉得理性一点的想法就是戒烟 如果他真的没办法戒烟 我觉得直接把那个老公还掉 还掉 真的要从现在开始仔细地去思考 而且要挑选适当的地方 出什么工作场所 还有回来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处理 那真的非常感谢陈医师 今天给我们这么多的资讯 可以让我们保护自己 保护孩子的健康 谢谢你 谢谢 建议大家尽量戒烟 不要轻易换掉另外一半喔